男性的生殖系统 男性的生殖系统呢 包含有以下这些等等的构造 来我们来赶快看看这张图 好在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男性的生殖系统的构造 故事呢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OK好我们从刚完开始说起 这张图呢是 比如说一个男性的成熟男性呢 站立在这边 这个是他生殖构造的一个侧面图 好我们来从刚完开始说 好刚完呢 左右各一 它位在于一囊里面 好 那整个刚完的一个大小呢 成熟的刚完呢 大概直径呢 是4公分左右 好 刚完主要的功能呢 是制造精子 以及熊性激素 来同学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好我们把膏丸里 好 切开我们来看看 它的泡面呢 里面呢 事实上膏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管子 这些细管呢 我们称之为细筋管 好 细筋管呢 它的功能呢 就是来制造精子的 好 那细筋管跟细筋管之间呢 有很多的其他的细胞 这些细胞呢 我们称之为管间细胞 而管间细胞呢 它的功能呢 就是用来制造雄性激素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 把下一构造 富高 在精子制造完之后呢 它会移动到富高的地方 在富高呢 好 金子呢 会成熟 而且成熟的金子呢 好 发育成熟的金子 也会暂时呢 储存在富高里面 好 那富高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细细的管子 好 细管 紧密缠绕而成 好 这些紧密缠绕的一个细管呢 它可以长达六公尺哦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构造呢 我们再往下看 到了哪里 到了书金馆 而书金馆呢 是金子呢 主要停有的地方 来 再来 一路 书金馆从这边一路呢 绕过了膀胱 好 到达了这里 这个构造呢 我们称之为摄护线 好 好 竹筋馆到了摄护线之后呢 会汇入了这一个管子 好 叫做尿道 可以吗 好 再来呢 好 我们来看看 好 另外一个构造 叫做竹筋囊 把这一块的颜色 这边 好 竹筋囊呢 是一个囊状的构造 好 大约的大小呢 是五公分左右 五公分 好 那 除金囊 主要的功能呢 是来制造 营养金子的一个液体 事实上呢 有三个构造 除金囊 一个 第二个 胜护线 好 第三个 尿道球线 这三个构造呢 我们就把它框出来 好 它都可以制造 营养金子的一个液体 好 除金囊 胜护线 以及尿道球线 分泌的液体 加上金子之后 我们就把它合成为金囊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顺护线 顺护线在这边 好 我们把它圈起来了 在膀胱的下方呢 有一个 好 膨大的器官 对 膨大的构造 好 它的 形状呢 像一个 漏斗形 大约的一个 大小呢 是四公分 四公分 三公分 左右 OK 然后呢 摄护线呢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好 摄护线呢 又称之为 前列线 一般来说呢 随着男性的年纪的增长 大约到了 五十岁左右 或者是以上 大部分的男性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 摄护线肥大的一个现象 而肥大的摄护线呢 会压迫尿道 造成贫尿 排尿缓慢 尿液无法顺利排出 或者是有 预尿感 或者是小便呢 小便走还要 等一段时间呢 才能够排尿 整整症状 所以呢 有摄护线肥大的现象呢 就需要呢 求诊治疗 好 再来我们看看这边有 尿道球线 尿道球线呢 是有 是两个成对的线体 好 每一个线体呢 都有单一的管道呢 将精液送入尿道 尿道 还有阴晶的一个部分 而最后我们来看看阴晶 阴晶呢 主要是由尿道 以及三树勃起的组织 包含了两树的 阴晶的海绵体 以及一树的 尿道海绵体所构成的 而海绵体呢 可以冲血膨胀 好 还有呢 在整个阴晶的前瞻的部分呢 还有龟头 以及包覆着龟头的 那个包皮的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感谢你 不太继任